新竹啊 有一位這個很會嫉妒的先生 吃醋 二零一八年 跟老婆坐巴士去遊玩的時候 老婆坐在準妹夫的身旁 讓他促進大發 不但懷疑老婆跟準妹夫有一腿 還逼老婆在兒女面前 千悔過書 更要老婆向神明發毒誓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雙魚男 這是另外一個案件 有收集十二星座女友的習慣 得知原本想結婚的女友 不是天蠍座的時候 竟然崩潰提分手 這個有些人就是很會懷疑 那有些人就是情緒 感情不會控管 第一個案例我們先請玉峰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是這個案子其實兩個年紀都蠻大的 一個六十五歲一個六十三歲 然後什麼細節會這麼巨細迷 因為他們打離婚官司 然後打離婚官司 我這個判決書拿出來看就覺得 有時候真實社會真實的事情 比戲劇還可怕 他們只是一起去新竹玩 然後因為這個太太六十三歲的太太 因為他會容易暈車 所以他就不跟他的老公坐 那你知道嗎 這種雙城巴士下面放行李 前面不是有兩個大位子嗎 他前面大位子就是他的準妹夫 他妹妹的男朋友已經要結婚了 他就坐在前面 他的理由很簡單 我會暈車 我坐遊覽車的前面 比較不會暈車 就坐那個地方 老公一開始也沒有講話 就坐坐坐坐坐坐坐 一直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打pass 就也不回來 然後最後他就去拉他 去拉他的時候 雙方就有點難看的 好 那這個事情也就過了 沒有想到精彩的在後面 回來之後呢 去從新竹玩完回來之後呢 現在三部曲就開始了 第一個 下跪 他對老婆就是要求他下跪 跪在哪裡 跪在神明廳 然後呢跟公嬤 去舉手發誓 說你嫁鬥我們楊家 你是不是還想要去跟別的男生亂搞 他說沒有啊 那個人是妹夫耶 已經要結婚了 你在想什麼 第一個就是下跪 然後第二個就說好 如果你沒有亂搞的話 你要寫悔過書 那他就想說 我就跟他沒有什麼啦 我要寫什麼悔過書 他要求他要剖析 為什麼當天他要去坐在前面 然後坐在那個地方 是不是要讓那個男生摸他 我說你在講什麼 這太太就覺得很奇怪 他說你坐在前面 我在後面這個角度 我看不到嘛 你這麼靠近 你是想要他摸你的大腿 還是你要摸他那裡 他就將他前回過書 然後一條一條陳情 然後他就他老婆就不想理他 想要站起來走的時候 老公就把他手機搶過來看 哇 一查就發現了 裡面不只有妹妹的電話 外面的電話是應該合理的嘛 也有這個準妹夫的電話 馬上就摔手機 他說你為什麼要有電話 你為什麼你是有打過電話給他 還是什麼的 就整個情緒崩潰 然後這個太太就覺得很受不了 就要跟他提出離婚 然後最後躲到外面去之後呢 這個先生也是不放過他 就開始奪命連環call 好 因為他先封鎖他了嘛 然後他就開始打電話給他兒子 因為六十多歲了嘛 因為都有小孩了 然後打兩百六十八通 電話給小孩 就說要找你媽媽 然後兒子也受不了了 換兒子也封鎖他了 媽媽封鎖完換兒子封鎖他 這個爸爸這個要怎麼做呢 他說你都沒有人理我 我找女兒 然後他也不打電話給女兒了 他知道女兒不會接 然後就開始傳到很可怕的 說叫你媽媽回來 不然呢 我覺得他對他怎樣怎樣 他不要以為他長得漂亮 可以去外面騙男生 他不回來 我就要怎樣毀容他 所以等於說這些東西 都給了這個太太一些試證 然後把他都都都都都好之後 拿去肅請離婚 那最後法官其實也判 判決說 其實這個已經沒有辦法繼續 共同生活下去了 就判準讓他們離婚 是是 玉霍兄你也結婚了嘛 我結婚了 對那你太太跟你出遊的時候 他一直坐去一個男生的旁邊 那一直不回來 你會怎樣 我會就跟他說 欸 那我就跟那男生換位子啊 他說那我也會暈車啊 不然你位子起來讓我坐 如果我在意的話啦 可是如果我不在意的話 應該也還好 那你會在意嗎 我可能會耶 為什麼你會在意 我覺得想說因為 過程當中就是要一起聊天啊 對啊 那前面不會暈車 後面會暈車啊 我是一個比較特殊體質 因為我們當記者 所以是可以轉換 我們馬上調整 可暈車模式 記者哪有這種體質在亂講 有啦有啦 記者真的很OK啦 我們現在再切換就好了 我也會在意耶 你也會在意 如果我 如果我老公啊 沒有坐在我旁邊 然後去跟其他女生坐的話 我會 可是那是你 你弟弟的 我管啊 我只是覺得一個長途旅行 這是親密感 但是如果說他 但是不一樣的是說 他有說他會暈車 然後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如果發生在二三十歲的 這種針鋒吃醋 我們還比較好理解 這已經六十多歲了呢 你知道嗎 如果我六十多歲 你這麼瞧不起六十幾歲的 六十幾歲 你不是二十幾嗎 跟有什麼關係 不是我替六十幾歲的人講話 我替許常德講話 但是所以還是啦 我說實在話 就是一個比較長途的旅行當中 我還是喜歡跟我的老公坐一起 如果我老公跟別的女人坐一起 我還是不太舒服 坦白講 你會去把他叫回來嗎 會 真的 或者說我坐他旁邊 可是如果人家不願意跟你換位置 你老公還是坐在那裡 你拉不回來怎麼辦 當場會化飆嗎 不會 我會裝 我會裝 裝無所謂 不在乎對不對 那是回家呢 回家就看狀況了 回家就那三招 下跪發射回過數 那三招就可以繼續用 會 我會怎麼做 會在乎嗎 如果那是你太太 其實我覺得會發個訊息 你怎麼了這樣子 為什麼跑到前面去 因為我們不是在後面做得好好的 看他怎麼解釋 如果他真的可以解釋 頭有點暈還是什麼 那我就問說 欸 要不要我去陪你 嗯 那後面有人啊 沒關係 我們問一下 看可不可以換個位置 而且還是 你的妹妹的先生 我妹妹的先生 他們不同菜 所以應該不大可能 剛剛玉光在講的時候 阿德你一直笑笑什麼 沒有 就是 阿德老師很容易看穿我們 沒有感覺 他剛才講的那一套話 是講給老婆聽的而已 對不對 公開在這邊 因為已經講說會暈車了 你還要怎樣 然後我是覺得就是說 當然我覺得人生中都會有幾次 就是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只要那個點 一開始去碰觸的時候 真的很容易就像破一張紙一樣 就直接掉到深淵裡面去 所以如果你要一開始這麼想的話 所以我覺得說那個是一個禁區 不能這樣想 因為如果你要這麼想說實在 你要知道就是說 你知道吃醋這件事 不是跟著事實走的 是跟著你的想像力走的 所以你的想像是覺得說 你在那邊他會碰到你了 然後你又突然轉過來 跟他講了超過我的極限的時間 比如說居然跟他講了半個小時 而且又說有效 而且頭都只有你轉家都沒有轉 就是你知道點點你就挖洞給自己跳 那是很恐怖的 我覺得說吃醋這件事其實是病態的 因為吃醋是病態的 哪有 我覺得吃一點點醋多甜蜜 你最好能 你最好能把握得住 你還要 會弄到要自己忍住 忍住裝得好好的 那還是一點點而已 讓我先能講完話 就是吃醋這件事情 你來講就是說 它的危險性可能比那一件事 真的是外遇到海更嚴重 更破壞你之間的感覺 而且可能是你破壞的 因為什麼 因為你會無限上缸 一到那種感覺的時候 說實在的 真的會爆炸 你想啊 會打兩百多通電話給兒子 你想啊 那個那個是 根本就是完全失控的狀態 然後那個已經到一個 真的精神疾病的地步 他真的 他是很有可能 不要說殺人 他可能就會殺自己 我覺得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那阿德如果你老婆 讓你知道說 他常常跟某一個男生去外面吃飯 你會吃醋嗎 不是 不要說怎樣 就是說如果說我對他坐在前面 我就會吃醋的話 我一定會讓他知道 我就立刻給他講說 你趕快坐過來 我可能我現在狀況好 比你暈測還嚴重 我看你坐在那裡 有頭都暈了 沒有 我就整個 你要讓立英半知道說 吃醋的感覺 說實在不是可以自控的 所以我要 我會第一時間讓他知道說 這個我不能自控 而且已經開始啟動了 我覺得你可以瞭解一下 是 佩穎雖然是單身 不過如果那是你的男朋友 你會吃醋嗎 我覺得其實會有點像 剛剛郭律師講的 我會傳訊息 跟他確認一下你的狀態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他要走到前面去做 甚至是跟其他的異性做的時候 在那個情況下 他都會跟我討論了 但如果他是完全沒有討論的狀況下去做 那其實我覺得我第一件事情 我會先反省一下說 我們關係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在出遊這個 就是應該是伴侶很親密的時光裡頭 但是我的伴侶去找其他人做的時候 這個行為其實就值得去討論 對 那再來我可能就會私底下再去問他說 你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需求 是不是有什麼我沒有知道的事情 我再去問他 那當然我覺得吃醋是難免的 因為他就像剛剛冰心姐講的 他是一個很長時間的一個互動的過程 對 但如果我覺得就像剛剛阿德老師講 吃醋的狀態要發作的時候 其實吃醋的狀態是一個情緒狀態 他要發作 但在發作之前 其實可以重新去想的是 我自己腦袋裡頭到底在想什麼 我自己腦袋裡頭是不是想的是 我是不是變得沒有魅力 沒有吸引力 其他人是不是比較有吸引力 還是我腦袋裡頭想的其實是 哇天哪 他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他是不是跟其他男人都一樣了 其實是要回來去看 我內在裡頭有沒有出現這個 不信任自己跟不信任他人的念頭 而導致我有一個很強烈吃醋的情緒 耶